外头是温暖东洋的周休假日 北一综合大楼的演讲厅却寂静满座 就在特管办法公布施行后两个月 为福部委托台湾细胞医疗协会 台湾干细胞协会及台湾再生医学会 共同举办的假日训练课程 已经是班班课满 其中还不乏前台大医院副院长孙瑞生 国内肝脏移植权威 前台大外科主任李国皇也隐身其中 对于全球最新的免疫疗法愈悦愈试 免疫疗法现在已经是非常popular 在癌症的一个治疗上面了 那么包括immunicapoint等等的药物 因为它的售价也下降 所以在医界上面 他们已经非常有效地把它结合在 他们的传统的治疗里头 所以免疫细胞的一个治疗的部分 现在还没有这么popular 正在起步 那希望这个特管办法的一个施行 让我们特管办法的送案 能够很蓬勃 那这样子民众接受免疫细胞的治疗 的这个比例就会是增高 负责规划课程的 北医再生医学中心主任黄彦华说 台湾目前投入免疫疗法的 多半是设由GDP实验室的 大型教学医院 除了免疫药物部分 以普遍财自费形式建议病患采用 免疫细胞疗法多以临床试验 为癌末病患选择免疫药物和免疫细胞进行治疗 过去费用多半由医院或药厂负担 但受限于病患只能被选择 无法主动地接受最先进的医疗方式 于是为福部公布施行所谓特管办法 某种程度打开了市场 不过所有与参与的医院及医师得全数纳管 这16小时的训练课程 为的就是让先前没参与过临床试验 却想加入施行细胞治疗技术的医师 能具备相关的医疗与法规知识 接下来减负合格场所进行流程和公开售价 就算是正式明强起跑展开竞争 因为特管办法它是一个自体细胞 个体操作的一个细胞 所以它就必须包含每一个病人的sample 都要单独操作 那么所以它的价位相对于 要包括GDP实验室的价位 然后再回到医院的管理的一个价钱 所以大家都还在衡量这个价钱应该是如何定 但是这个价钱它必须是设在特管办法的计划书里面的 所以当计划书送出去的时候 它势必就必须有一个价位定在那个地方 而这个价位是要被公开的 要被互相比较的 包括它一次的剂量 比如说我一剂假设是20到25万好了 那么它总共的临床试验案是要做4剂 还是6剂 还是8剂 那所以不同的医疗端 他们针对不同的病人的一个使用方法 就是它的临床试验案的这个protocol 可能是不一样 根据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周德阳院长的说法 目前在市场上 免疫药物疗法使用最多的 是墨沙东Anti-PD-1的Kitsuda 或是小野药厂的Optivo 每次治疗打一针收费20万台币 一个疗程上限200万 若是药厂的癌滋育 每基价格也是这个水准 至于其他正在申请进入台湾市场的药厂 更不是漫天喊价 因为卫生主管机关 一直在核架机制上严格把关 第一个你要获得主管机关的药证的核准 不管是细胞药物治疗 或者是免疫药物治疗 或是免疫细胞治疗 大致上就是会参考先进国家他们的价格 我们有责任 要负责任的提供证据 病床试验的资料 在最终才会让病人或者是医生 在使用上面 就会获得一个最后的一个 您提到的价格 一份最新公布的 2018全球癌症趋势报告称 近年免疫药物在治疗癌症上的使用 已越来越普遍 光是前五种 在美国已核准贩售的免疫药物 2014到2018年病患的使用总量就已达180万剂 但病患所能接受的价格却多半集中在左下角的5万到20万美元以内 超过50万美元的时候就几乎罚人问津 于是亚洲邻近国家近期多半将免疫药物疗法纳入健保给付 为台湾自2015年先后批准免疫药物进入 迄今人无任何一款获准成为健保一二线用药 此番依特管办法有限度开放免疫细胞治疗 主管机关在价格部分更是存多在三 我们希望这一次采取的那么我们称之为value-based pricing 或者叫outcome-based pricing 就是以价值或结果导向的收费方式 那么为什么这么提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的技术 那么在现在的所有的科学证据里面 那么它被证实有效的证据是比较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除了要满足病人对于这一种治疗的需求之外 那一方面我们也要保障民众的权益 但是也提供给我们这些产业 这些新的科技发展的空间 那么收费的方式我们希望至少要分成三段 第一段就是说因为你一开始一旦符合条件之后 那它当然需要做一些准备 所以收出一个基本前面的像工本材料费 少少的费用 让它去进行一些细胞的检验 细胞试剂的培养 到底能不能够长到足够的数量 跟细胞的活性品质 那这边是需要花费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同意它可以先收取 但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完成 产出这个足够的细胞的这个产品的话 那后端就不再收费 那之后它可能一个course有好几季 所以它必须要把一个course打完之后 才能够再收取第二期的费用 那么完了之后呢 等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到那个end point的时候 才能够再去收取剩余的费用 卫福部医事司长石崇良说 三段收费是为了避免免疫疗法被滥用 也排除无效医疗让癌末病患 蒙受无畏损失 但就算暂时排除致死风险较高的CAR-T 选择NK等国际上已累积足够案例 安全性高的肥脊改免疫细胞疗法先做 还是得加装安全栓保障病患权益 现在我们都有所谓的药害救济 所有的这个药厂 它都必须对卖出的药 拨一定的费用到我们的药害救济基金会 一个基金里头 那么一旦发生药害的时候 这个基金会给它一个补偿 那细胞治疗没有 所以我们会要求对你的这个产品 必须要投保 那么万一如果产生有这个 严重的不良反应的时候 那么病人也能够得到救济 石崇良说 特管办法要求对价格公开透明 并不代表要对免疫细胞疗法的定价设上线 更不可能有所谓公定价格 因为每家医院的技术制程大不同 应该开放让市场机制决定 但绝不是打了就要收费 更不可以预收整个疗程的费用 分断机制可以证明你的价值 等到隔年整个治疗结果公告在卫福部资讯网页 更能促进业界的良性竞争 目前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以自体 已经有自体的免疫细胞 另外也有软骨 自体软骨细胞 这两个部分已经都有了 都有人提出来了 适应症的部分呢 适应症大部分都是在实体癌 有第四期的 也有一到三期 那么标准治疗无效的都有 至于开放后最大的挑战 仍然是商品广告 怎么样能避免民众受骗或被误导 真正透过政府把关 让病患接触到最先进的医疗 将是台湾免疫疗法能否承受发展的重要关键